學生們讀到高中 來到二年級時 就得面臨分科分組 因為未來不管是大學 還是職埃出入 算是學生們的重大抉擇 因為相較於離組的話 文組我比較擅長一點 然後就是之後要走商科 就比較有興趣 但你不會有發現說 就是其實最近文組的工作 都比較不吃香嗎 確實會有這一點原因 但是因為家人的支持 所以就比較有勇氣去選擇 應該會往財經或金融那方面的 因為我對離組方面的東西 不是很擅長 也沒有什麼興趣 儘管女生似乎還是 以選擇文組居多 但近來學校也觀察到 選擇離組的人 竟破紀錄的多了將近一倍 因為離組在台灣的薪水普遍比較高 再加上離組也會講到滿多社會組的內容 那要讀書就一起讀一讀 比較有興趣的是資訊管理或是要檢視這一方面 你是有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嗎 不然怎麼會就是 資訊可能是因為資訊管理會比較多 比較多公司都會需要到這個職業 比較不會有就業的煩惱 他的選擇除了興趣之外 原因很簡單 受到近來時事的影響 AI當道 科技也盛行 校長就說今年真的超反常 這個狀況比較特殊 是我們之前自然組的班級 大概一生二要做分組 大概四個班裡面大概一個班的狀況 那我今年部分就擴增到71個人 無情中我的開判成本也增加 然後教室需求也更得增加了這樣子 對 所以我想這兩年受AI 受那個輝達黃仁勳指引長的影響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有這樣的影響性這樣子 因為高中的分組選擇 幾乎就是選擇了未來一半的答案 為了出社會的工作還有夢想 現在資訊發達 學生們除了在課堂上吸收知識外 在網路還有現實生活中都能感受到 尤其近來各界都在討論的貧富差距 不同行業的薪資宛如置身在兩個世界 科技大爆發 員工薪資年年看漲 對比近來缺工問題嚴重的服務業 儘管業者願意加薪聘請 仍然出現差距 怎麼追都追不上 主技處公佈每月平均薪資來到六萬三千塊 包含了月薪獎金加班費等等 當然部分低薪行業根本感受不到這高薪滋味 直覺數字就是失準 我有算過如果說民國85年4萬塊的薪水 依照經濟成長率來看的話 它現在應該要十幾萬的薪水 如果你是同步成長喔 同步成長是十幾萬 可是我們現在才六七萬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經濟成長果實事實上 不是由薪水這一群人拿到的 薪資只是線性成長而已啊 對不對 薪資是線性的 可是股力是幾何極速的成長 就拉開 就越拉越開 所以我覺得貧富差距 就是說它基本上講白話 就是資產的成長 不是薪水的成長 所以你可以衍生出來什麼 房價所得比越越差越多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資產是整個價值上升 可是所得是線性的 所以它整個越拉越開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避免呢 我覺得蠻難的 不管計算方式有沒有符合現實 或是民意代表們 也會揪著在質詢時提出疑問 行政院院長就要求要精進改善 但真正的問題點在於 拉開貧富差距的資產倍增 與上班族薪資水平沒跟上 導致時間一長就被拉開差距 我們是靠低薪產生的競爭力 是不長久的 你一個國家真正的競爭力 是靠高薪還能產生競爭力 像蘋果 每個公司每個員工都是很貴的 可蘋果還是很賺錢 這才是最低迷的 而不是說你壓榨不是壓榨 你的勞工都很便宜 都價格都很便宜 而導致你這個賺錢 教授指出 薪資結構普遍低迷 以及僵化稅制 理財教育要三方面著手 因為實際社會窘境沒有均富 只有貧窮是平均的貧 認為執著在統計方式 沒有提出改善現況的對策 對人民生活毫無幫助 TVB新聞莊啟元宣倫台北採訪報導 從事物體中心臨時 規劃將成功推出 工程中心臨時 無人生活中心臨時